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Yammy 美國中期選舉結果陸續揭曉 之前吹到好行的所謂紅色浪潮並沒有出現 雖然來到開港的這一刻 共和黨如無意外相信可以重奪眾議院控制權 但參議院方面,共和、民主兩黨振持激烈 其中喬治亞州再次成為關鍵州份 現任參議員、玉洛克以及共和黨籍 前總統特朗普支持的挑戰者 本身也是前美式足球運動員的玉洛克 同樣無法在首輪投票中取得過半票數 要在下個月的決選中分勝負 聽人都知道,美國中期選舉 總統所屬的政黨多數表現不好 都是抱著輸小黨贏的心態打選戰 但今次不同的是,敗老頭民望長期沉底 加上國內通脹問題嚴重,令民怨再到 如果說民主黨今次是輸小黨大勝 那麼共和黨就反轉是贏小黨慘敗 特朗普的如意算盤是協幕後做王者之勢 以共和黨共主的身份告諜宣佈 國族2024年大選 豐知人算不如天算 特老頭上出下跳 嚴算一眾子弟兵代表黨出選 事實卻無情地證明 特是人馬憑著劍走偏鋒 黨內初選沒錯是所向披靡 但一到面對全體選民,債靠極有支持票很明顯不夠 另外也是共和黨內正在醞釀 叫特老頭2024年轉身回海湖莊園打Golf的最主要原因 大家有眼見 特朗普力退的候選人很多結果都殺於疑回 特別是賓夕凡尼亞州參議員候選人 奧茲博士慘敗收場 令共和黨、重長、參議院的希望 全部寄託在喬治亞州的玉核身上 偏偏這位前足球明星 又是跟老特一樣 醜聞多多 包括被指控家暴 又私信子 公開反對墮胎的同時 他被踢爆曾給錢兩名女子為他墮胎 還誇大自己的商業成就 不過話又說回頭 對於並未出現紅色浪潮 拜登自我感覺良好 還說準備好與共和黨合作 但單以喬治亞州的參議員戰況而論 玉核陣營的競選策略 就是將現任與拜登掛勾起來 結果居然在玉核負面新聞滿寫的情況下 幾乎跟對手打成平手 拜登施政之不得民心可見一斑 在這個時候 共和黨群人很自然就會想 到底是特朗普路線出問題 還是類似特朗普形象的政客出問題 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有特朗普之力 而無特朗普之幣的政治明星 於是乎 很多特朗普之前的政治盟友 紛紛挖青界線 而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泰斯 則成為最受注目的明日之星 有人就形容德桑泰斯 是沒有金馬桶的特朗普 現年44歲的德桑泰斯 約20個百分點輕鬆連任 更重要的是 眨大量西洋選票 而西洋選民正正是民主黨的大票倉 特朗普連如鼓起 德桑泰斯連呼力強 特朗普是二歲組 德桑泰斯的財產幾乎全部來自擔任公職的酬金 特朗普逃兵亦 德桑泰斯服役海軍 並獲多個勳章 而兩多戰鬥力 德桑泰斯一樣不會令一眾M.A.G.A.迷失望 最近的代表作就是將幾十名委內瑞拉裔非法移民送到麻省婦人度假勝地 馬沙葡萄園島 諷刺支持拜登政府開放邊境政策的麻省 紐約以及加州等 能更好地照顧這些非法移民 一個職員原來是希拉尼高中時期的男友 兩人愉快地相認 還脆了幾句水 之後在林頓投得戚地跟老婆說 如果你當初嫁給他 生活一定很差 誰知被希拉尼一句K.O. 如果當初我嫁給他 那在柔站交友的那個就會是你 而他就會成為總統 德桑泰斯能否取代特朗普 還要體過自知 但對於拜登來說 這個對手卻肯定比特朗普更難對付 突敗兩大老人對決 後者或者還可以偷計 迫選民好像兩年前一樣 難害雙權取其輕 面對做得他兒子的德桑泰斯 老人家紛紛要承受黨內逼供壓力 絕對不開玩笑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like 搞錯,正式發生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